全运会射箭女子反驱攻个人决赛总共进行五局 每局比赛两个选手共需射出三箭 胜者得两分 负者不得分 占平双方各拿一分 身穿白色队服的上海队选手吴嘉欣参加了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 为了备战全运会 他从心理层面到竞技水平一直在调整 因为奥运会毕竟也是有些势力嘛 然后多少还是有不甘心 然后正好这也是一场重大的赛事 也是想另一方面去证明一下自己吧 然后也是在积极地恢复训练啊 通过一些考核啊什么的来快速调整状态吧 首局比赛吴嘉欣表现稳定 打出了三个九环 李佳曼则在第一次出手打出八环的情况下 连续两次命中十环 以28比27反超吴嘉欣 拿下了这一局 胶着的时候就是不打十环嘛 不打十环确实就是对手拿分 自己也会紧张 但是自己告诉自己 还是不能着急 冷静来一支一支慢慢去打 然后把自己的技术工作去展现出来 就可以了 最后吴嘉欣迅速调整好的状态 连胜两局将比分反超为4比2 第四局双方占平各拿到一分 比分变成了5比3 比赛要通过第五局分出胜负 在这一局 吴嘉欣表现稳定 三次出手 两次实环 最终拿下了这一局 从而以总比分7比3 战胜了李嘉迈夺得女子反驱功 个人冠军 可能就是今天整体的发挥 总体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今天的赛场的天气状况 也都是挺好的 然后自己就是在那种坚定信念 那种上面感觉也是做得很好 所以感觉信念上更加赢了一点吧 谢谢大家 他对手 人数据 钱